市區吃的叫包心刺土 不是正宗圍村盆在內 我們圍村農家有什麼是吃什麼 以前有魚塘有養雞、養豬 我們是田心村,本身姓陳 輪到我們應該是二十五村 我爸爸在村裡有什麼喜慶事 都安手煮盆菜 然後結婚喜慶,春明祭祖 晶月十五開燈,很開心 替人開心,有喜慶才煮 有人叫他幫忙煮就開心 煮人家都會有風利利時事 以前可能一、兩元 開心心有餐,吃家辛苦完 我十三、四歲開始幫爸爸忙 以前是燒柴的,很辛苦的 大漢搭小漢 因為我跟著我爸爸一直幫忙 他教我,他教我 某樣東西,下什麼,他會教你 我學學學學,懂煮盆菜 一直煮到現在 我煮了盆菜已經四十年多了 我爸爸的年代是木盆 後來才用那些梯盆 我們用筆售鋼盆 又好過筆售鋼盆一點 乾淨一點 筆售鋼盆三成左右 擺放細心安排 底盆一定是蘿蔔 然後是腐竹豬皮 冬菇 手打魚蛋 土油 然後是魚乾 豬肉分好豬肉 把肉汁放在上面 蝦、雞就是變成了 變成蝦和雞不用塑汁 那兩樣東西乾爽一點 就放在上面 看起來又漂亮一點 燜豬肉是盆菜的重點 咬到鬆化 沒有那麼油膩 有醬香味 新鮮豬肉 全部不放冷 十斤八斤都是成天煲 然後起了它 浸水盆盆 炸皮豬油迫出去 炸完 然後下水浸涼 冷熱冷熱來回 多次 然後可以讓它鬆化一點 沒有那麼肥膩 下醬去炒豬肉 豆醬和南乳 放在肉湯 所以很好肉香味 要看著它 整天要十分八分鐘 就拿鑊鑊翻動 不要讓它黏鑊 肩膀都痛的 酸軟的 門前竿一條都有成百斤的 五、六尺長 我們通常都是用油炸了 然後下鍋炆 麵豉豆醬 用肉湯去炆 煲豬肉很多湯水 然後裹上肉湯味 魚肉鮮味 特別鮮牙 魚乾很好吃 野味呢 大小茴 乾蔥薑 桂皮 胡椒粉 鹽水浸 野味一點 湯乾淨 兩斤半至兩斤十二斤 這樣才有肉 滾水不停地浸 浸起來 吃起來就沒有油理的感覺 煮盆菜我覺得很開心 我們做生意多數都是喜慶 替別人高興 客人吃了 哇 他說好吃 我還開心 有滿足感 認同我的味道 每層吃起 吃雞、吃蝦、豬肉 最主要就是豬肉汁 他一直滑下去 滑下去底層就是惹味一點 苦竹、豬皮是最滑汁 蘿蔔 吃到底層就這個盆鬆了 可以由底炒上來吃 維尊吃盆一定要 早炒又炒 你炒我就炒 這樣才會開心 哈哈哈哈